1 1 跑道上也太多隻恐龍了 一路狂衝被風吹的頭都挖一邊 接近終點其中一隻撲倒了 俐落前空翻爬起身繼續狂奔 落後的恐龍乾脆慢慢走 把跑道當旋轉胎 讓場邊觀眾大拍特拍 故意雙手雙腳並用在地板爬行 衝過終點 剛知道自己要跌倒的時候 所以馬上就做一個前空翻的動作 去馬上騎身 我覺得蠻熱的 然後步伐比較難跨出去 以前步伐都快比較大 然後這個是要用小步屏去保 將近150隻恐龍齊聚一堂 在高雄國家體育場 週末兩天都有路跑比賽 26號是正式的扮馬和全馬 前一天週六恐龍變裝路跑率先登場 上百隻短推恐龍們狂奔150米 看似是鬥趣比賽 其實第一名就能拿下1萬元獎 精英參賽者超拼命 因為我自己身高我比較矮 所以他那個視線都會被阻擋到這樣 所以變得我一直走下去 控制我的視線 比較難跑一點 對 身體上會比較不協調這樣 好累喔 還滿擋視線 很難跑耶 視線會一直晃晃晃晃 TVBS新聞區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